你自己为什么不拍视频呢? 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相信你走完这一趟以后 可能不知道要多久以后 才会有这样的旅程 应该说 其实最后都是以拍照为主的 对啊 所以影片就没时间录 我上一次在通宵这里 也是遇到两个退休的女士 60几岁了 他们也是只是拍照片 没有拍视频 然后我问他们 为什么他们 习惯了拍照片 不习惯拍影片 拍影片的话 其实你也快走完这个旋程了 你说你是从哪里开始徒步的 从台南出发 台南 台南 然后那个路线是怎么走呢? 就沿着海岸线 就经过墾丁 然后 然后 花东的海线 然后北海岸 然后就到这边 就是你走海线 对啊 这一趟是完全是走海线 没有啊 其实可能 西半部有一些地方 会走比较靠内陆一点 就是有小部分是走内陆的 对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沿海的 对啊 跟我走的一样 我一年多前也是这样 我一年多前也是主要是走海线 因为这边西半部不太好 有些不太好找住宿点 对 对啊 然后其实三线的话呢 那个苗栗啊 那个新竹啊 那一带我以前我走过 那你走了多少天呢? 这一趟 现在42了 哇 第42天 对啊 应该差不多50天回到台了 哇 那你算快哦 还好啦 算不快也不慢 我觉得已经算快了 那个 上次那两个老人家 他走了60多天 60多天才到 嗯 那个 没有赶到人家来 没有 刚才有BBC 应该不是 没关系 那个 这一趟你妈妈是跟你走了多远的路啊 昨天从祖兰开始走到这边啊 从祖兰 他应该会走到 那个 会不会挡到 会挡到你吗 会挡到你吗 请问会挡到你吗 会挡到你进来吗 哦 等一下等一下 哎呀挡到人家了 挡到人家了 挡到人家了 哈哈 不好意思 哎呀我现在呢 在通宵的去市区的路上啊 看到有 一对母子啊 在那个黄岛 徒步黄岛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 呃 比较值得来拍 因为呃 很难得可以遇到是两母子的 真的 母子情很可贵 以前我派过两母女 以前我派过两母女徒步 呃 黄岛 那么现在是第一次遇到你们母子 所以的话呢 我就抓紧这个机会 这个拍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就很完美了嘛 就是母子 呃 母女 还有 两对朋友 退休的老年朋友 呃 呃 女的 那下一次的话 希望可以碰到两对男的 退休的 啊 或者碰到兄弟啦 碰到姐妹啦 啊 这种很特别的这种感情哦 就是你妈妈的话呢 呃 会走到清水 然后又搭火车回去 哦 那他花了一天一天时间 从新竹就走到通宵这里了 昨天从竹篮啊 竹篮 竹篮 走到白沙腿 哦 那很厉害哦 对对对 今年65岁了哦 对啊 啊 那个他为什么会 呃 这么有勇气呢 没有啊 这没有什么勇气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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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哦 疫情期间 呃 呃 那个 其实出来外面 还是有点风险的吗 是不是 不会啦 其实我觉得 路上遇到的人 其实比菜市场的人还少 啊 那是那是 你们主要时间还是走在路上 对啊 而且比较空旷 对啊 但是你怎么样都要吃东西的吗 是不是 就找便利商店还是怎么样的 啊 但是怎么样都要去那个密封的地方啊 对啊 就是 其实就跟上班时间差不多啊 你还不是这样会遇到一堆人 啊 那是 那你 你那个 呃 为什么抽得出这个时间来做徒步呢 就离职啊 哦 刻意离职然后来徒步啊 对啊 哇 真的是你那个 哈哈哈哈 对 那呃 有什么感受呢 走这么 已经熟了四十来天了 嗯 焦很酸 焦好酸 哈哈哈 有没有带一些什么 酥精活络油啊什么 是没有啊 哦 那没有 正现在我们通宵有那个 呃 有一家那个什么 那个香港开的去神寺 哦 去神寺里面有很多这些 可以酥酥的东西 应该是不用了 快回到家了 哦 那也可以啦 你这个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 其实通常睡觉起来就好了 那是那是 那因为他经过休息之后 他就会恢复了 对啊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呃 呃 体验啊或者说遭浴吗 是没有啊 啊 就这样 都是天天平平淡淡吗 嗯对啊 正常应该不会吧 一两次的奇遇啊 特别的啊 是没有我是来看风景的 哦 主要是看风景 对啊 没有也不会 因为疫情也不会刻意去接触人了 对啊 所以就没有什么艳遇啊 什么奇遇啊 没有都没有 甚至讨个老婆回去啊 在路上 本来有这么想 可是都没晕到 那就等下一次 有机会的 只要再有一次上这个走上这条 黄岛路的话 对啊 一定会有很多美女等着你 是 好好好 那呃 你妈妈可以接受一下访问吗 我问她一下 嗨 妈妈在那里拍照 不断在那里拍我们两个人聊天的照 啊 现在拍完再看了可能 我要跟她妈妈聊一下天 为什么 啊 妈妈会支持 哎妈妈 我想问一下你 那个 六十五岁人哦 哦 你还有这么大的拖力勇气 来支持儿子走这一趟的黄岛呢 哎 我虽然我只是 阶段性的走 对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考验 哎 想要体验一下 以前有吗 以前有施工 没有从来没有 哦难怪 哎呀 那你 走了一天你感觉如何 哎 虽然当下是 真的是走不动 哎 可是休息一天一个晚上之后 竟然又可以继续走 那你会不会怀疑 怀疑自己可能明天走不动 要回家 坐火车回家 其实应该不会越走越顺 哎 没错 因为你习惯了嘛 哦 对对对对 平时有运动吗 没有 没有 那太难为你了 通常是做一个礼拜才会比较顺一点的 对 但是 你 我也是没运动的 你平时也没运动 对啊 那你还敢走这么远 没话 六十来天 又一开始里程数没那么长啊 五六十天的路程 走的就知道自己的能耐 对对对 所以的话呢 不要小看自己 哎真的 很多人都小看自己 哎我不行 我怎么样 我有病 我身体不好 啊 那是真的 试过了就知道 没错没错 要越敢越挑战自己 对 那个 不怕困难 不怕累 啊 那个死都不怕来怕什么 哦对啊 哈哈哈哈 那是真的 而且我们哦 越来越接近终点的年纪啊 啊 哎呀 远的很呢 哎真的 我们是在倒数计时中 台湾的女性很长命 没有啊 不要说 真的不是长短命的问题 真的要把握当下 对对对 不是你是说 哎呃 我已经还不知道多少年了吗 但是 呃 台湾的女性长命的 不是这个问题的 有时候是 有什么意外 还怎么样的 哦 那是 明天的太阳跟意外 不晓得哪个先到 那是 那是 不可预测的 那是 呃 当下一定很好掌握 啊 那掌握当下 展望未来 掌握当下 展望未来 以及每天在家划手机不如出来走一走 你呼吁一下 多点黄岛 促进经济 不然不出来等天都在家划手机 好浪费时间 不消费经济也不会好 也不去赚钱 也没有赚钱没有消费 而且出来真的是看很多市面 我平常没看过的 你这么一天就有很多市面看 真的不一样 每个地方的人情啊风景啊 都不一样 那你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特别的是遇到你 真的是巧遇 女孩子可能也是最特别一次 这四十来天以来最特别的一天 对 因为他说之前没有遇过 我说有没有遇过可以讨作媳妇的 讨作老婆的 你有没有 goals 有没有美好的缘分 他说没有没有那个留待下一次 member 或者回台南直观路就有可能了 更好回去的路上找到的话更靠近你们台南 过年过节 两个亲家来来去去都更加方便 你讨个台北的话 你要花五个小时 来回十个小时 多累啊 回到台南可能会遇到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 一路顺风 母子情 实在太令人羡慕了 谢谢 还有怎么称呼你们啊 不用全民不用什么那个 昵称啊什么都可以啊 昵称啊就是 平时别人怎么叫你亲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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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